接着我们要进行这个图案的缝制 那我们会看到呢 上面有三种 一个是小点点 一个是大点点 还有直线 那小点点的地方 就是我们待会要缝法式杰力秀的位置 大点点我们待会要留空白 因为这是最后我们要把LED装上去的地方 那直线的话就比较简单 它是一般的缝纫的针法 就是把针呢 穿上来之后再往下戳下去 就是这边只要有一条线就足够了 那以这一张图子来看的话呢 它会用到三颗LED 有的星座它只用到两颗LED 那有的星座会用到四颗LED不等 那这个图案一刚开始下针的时候 就会遇到这个小点点 也就是法式杰力秀 那我们在下针的时候 都是由下往上穿 所以我们找个大概的位置 我们就把它穿上来 穿上来之后呢 我们这边就要红这个法式杰力秀 那所谓的法式杰力秀呢 就是好像它在布的表面打一个结一样 那它的缝的方法是像这样子 我们把针穿过来之后 我们对着针头稍微绕个三圈 三到四圈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左手这个拉线的这一只手呢 不要松开因为松开的话它可能就掉了 所以我们再一次 我们在针头上面绕个三到四圈 绕好之后左手不放开 我们把针哪里来就哪里去 我们把它呢往原本的位置往下插 那这个过程呢我的左手是一直帮忙拉着线 因为这边呢只要左手松开 它这个线头很容易就是松掉或者是呢它会在半空中打结 它会呈现一个很松垮的打结的状态 所以这边呢它的一个重点就是 左手辅助拉线的这一只手呢 我们都不要放开轻轻的帮它拉着固定它的位置 好那我们右手继续把针往下拉 那这边呢因为我们的针是 我们的线是比较粗的因为我们用了四股线 所以这边会感受到它需要稍微有一点用力 才能把针往下拉 它是长得像这样 那么仔细看 它这个其实是线一直往下抽 线一直往下抽 那记得左手都不要放开 一直到它快要穿完的时候 我们再轻轻的把左手放开 那像这样子 它这个线头收进去 就等于是在布面打结的意思 那这边呢就会形成一个凸凸的 凸凸的立体的这个叫法式结利绣 那这个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接着缝制下一段 接着这段直线就比较简单 我们只需要呢把针由下往上穿 那一样就是稍微抓一下它的位置 往上穿 穿过来之后 往下走 那这边的每一条线 大家都可以稍微拉紧一些 因为这个形状 图案的形状要漂亮的话 就是这个线要稍微紧绷一点 它比较不会松松垮垮的 那记得我们在一边缝的时候 这个线要一边稍微手动的 帮它顺一下 以免在缝制的过程里面它会打结 像这样子这条直线就缝好了 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缝这个 我们再帮大家示范一次法式结利绣 我们就从这个小圈圈穿上来 穿上来之后 我们用左手去拉线 然后对着针头呢稍微绕个三到四圈 一二三四 绕完之后哪里来就哪里去 我们就把它往原本的位置刺下去 重点就是左手不要放 左手扶住它 帮它把这个线固定 那再来这边抽线的时候呢 它会需要有一点用力 因为我们使用的这个线 有稍微粗一点 是一次用的四股线 所以如果会遇到一个情形 就是我们把那个图纸给刺破了 这个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图纸呢到最后我们都是会把它拆掉的 所以这边呢 左手不放开 然后右手慢慢的把线往下抽 好再慢慢的收起来 它就收成一个圆圆的 在表面形成一个圆圆的 这个叫法式杰力秀 那接着我们再继续往下做 也会让我们先选 来我们的声音 到时候再续盖了 我们 potol进去 多一些道路 再继续往下的 这个画面形成一个圆圆的 是最后就隔壁地板 其实说不可以 不像你的肯定 就是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